中國讓 dijo those that we turn into life 內心牽下是功,外形與理是得 好,現在既然知道諸性是功 問題是要怎麼樣見性 要怎麼樣見性 內心牽下就能夠見性 謙卑 低相 也就是說 其實姦性不是說他一個對象讓你看到的 我想想看要怎麼樣去批評 所以氣者不利 好像你踮起腳來 你沒辦法站久的 踮腳能站多久 一定是落地以後才能夠站得久 姦性就像這樣 你不要踮腳 你就可以站得穩 對不對 那 你不要自我 你就見到性 見到本性 我們人就不能謙卑低下 為什麼? 自我 這個自我 不是與生俱來的 是我們人類的文化 裡面的一個著流 暗流 是一個不好的潮流 就是 肯定自我 發展自我 所以所有人都很自我 為什麼要對你謙卑低下 為什麼要讓你 簡單說謙卑 謙就是不爭 就是不爭 這個下就是 我低下 我低心下棄 我不跟你爭 但是世間人都剛好相反 就是要爭 就是要爭 我又曾經跟一個苦惱的家庭主婦 講你想想看你的人生 你在佛堂裡面 好好待一天 想想看 我發現 所有人的生存模式 大方向都是什麼 其實我們人活著就是跟人相處 從小就要跟父母兄弟相處 跟師長同學相處 長大以後 跟先生跟太太相處 再跟自己下一代相處 再跟同事相處 跟長官部署相處 大概就是這樣 在一個人際關係的模式 但是大部分人面對人的時候 因為人活的不是光面對自己 面對人 你身邊有一堆人 都嚴重的影響到 面對人的時候 他考慮到就是 這個人對我是利多還是利空 考慮到是這個 我跟這個人交往有好處嗎 這個是現在 我們人類文化的一個 很錯誤的一個方向 變成一種風氣了 父母親也是這樣深叫 看看這個人 或是我加入一個團體 對我有什麼好處 對我有什麼好處 你絕對不會想說 我看到這個人 我對他能夠幫助什麼 沒有人這樣想 這個人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能夠 他對我是有幫助的 還是有損害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很少人會孝順父母 因為父母親都已經 叫做 利多出盡啦 剩下就是空啦 對不對 那老徽啊 連好處都沒有 剩下就看你 名下有沒有財產會留給我 如果財產很早就給你 子女的那就完蛋了 在這樣子的一個 交薄的風俗 價值觀念之下 誰要孝順父母 現在很少人要孝順父母 那你父母能怪嗎 怪子女這樣子 不能怪他 因為你自己就是這樣子的人嘛 你就是這種觀念嘛 這種觀念有意無意 整個社會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就是考慮說 甚至我們還要教導子女 你教這個朋友有什麼好處啊 教這個朋友有什麼好處啊 這就是社會的普世價值觀念嘛 就是到底他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對你 對你有什麼好處 而且這種好處都是站在一種 利害關係上面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什麼 短兵相接的時候 人與人之間直接相接觸的時候 夫妻之間親子之間 兄弟姐妹之間 同事之間 只要有 厲害 只要有厲害關係 一旦產生共生體發生以後 考慮到是什麼 誰能夠抓到主導權和支配權 就是這樣子啊 我要主導啊 你要聽我的 我不要聽你的 要得到主導權 這是小孩子用哭鬧的方式來主導 大人就用打罵的方式來主導 對不對 夫妻之間也是一樣啊 用爭執鬥爭啊 就變成活在鬥爭之中 因為爭主導權 爭主導權 就活在鬥爭之中 所以人與人之間就永遠在緊張的鬥爭之中 還有考慮厲害啊 我能得到什麼好處 還有我怎麼樣爭到主導權 多可怕啊 這樣子一個模式一旦建立起來以後 你一生都是苦惱緊張的 而且下輩子要繼續下去 因為一生都是這種模式 成型啦 成那個模式 整天想我能得到什麼好處 我怎麼樣得到主導權 在跟我身邊的人之中 我不要被支配 我要去支配別人 我要主導 我要佔優勢 對不對 甚至連結婚說 衣服還要壓在 別人的衣服上面 沒有去放下樓的地 增這個主導權 也許給你增到主導權 你強勢嘛 但是呢 對方不會有夫妻 很多就是這樣 父母親 很強勢 子女很弱勢 到最後子女強勢起來了 或是先生 太太 我就看過我們一個鄰居 老徽亞兩個夫妻倆 先生很強勢 才幾年而已就轉過來 我幾年前剛搬到池缸的時候 先生公圍很大聲 經過這四五年 他太太公圍很大聲 女人都是到最後 女人叫惡眉妖 惡眉妖就是日本人的說法 就是到最後他贏了 他完了撐到最後 女人又活得比較老 比較強壯 最後他贏了 所以大部分那種大男人到最後都被 都被這個虎姑婆給壓住了 修煉成精 就真的主導權 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 多可怕 就這樣過去了 下輩子還要繼續 你的鬥爭的對手最後還要跟你綁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你的生命的財 資料庫裡面都是他的資料 都是這些人的資料 對不對 都是這些東西啊 所以你轉世的時候一定還是在一起 還是以這種模式一直活下去 而且越來越卑鄙越來越下流 一定是這樣子 鬥爭的手段越來越下流 好像我們台灣的政黨鬥爭一樣 不擇手段 所以 沒有後期啊 功都不建 建不到本性 內心謙下 本性就先前 你去爭啊 就失去本性 你爭到了 你爭到了 失去本性 多可怕 你爭贏了 也是一時之贏啊 生命是永恆的 甚至我這輩子贏你 他下輩子要贏回來 我年輕的時候贏你 我老的時候贏回來 我就算一輩子都輸你 我下輩子要贏回來 一定是這樣子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無休無止 就是因為不懂得簽下 不要小看簽下這兩個字啊 為什麼易經的簽卦是 諸卦之王啊 所有的卦裡面最好的 因為只有簽下 才可以見到本性 才可以見到本性 《金剛經》裡面講的 得誠於忍 得誠於忍 所以無聲法忍 要得誠於忍辱 要能夠忍辱啊 忍辱就是謙卑底下 能夠忍辱 就讓人家騎到你頭上去又怎麼樣 他騎到你頭上去他贏的是表面 你被踩在腳底下你輸的是表面 贏的是裡面為什麼見到靈性 見到心地 但是是心甘情願的 不是說被 壓落底以後充滿怨恨的 隨時準備還擊的 心甘情願的 不要去跟人家爭 那種不爭啊 浮為不爭故無油啊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油啊 怨油 就萬壇 我看如果台語歌都充滿萬壇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代表台灣人的心聲 不是萬魂就是萬壇 夠人晚 要不然就是自己怨恨別人 為什麼就是爭出來啦 對不對 爭輸的 就萬壇 爭贏的 被人家萬魂 就是這樣子啊 就永遠都活在怨恨之中 只有不爭才能夠無油 你如果活在怨恨之中 不管是別人怨恨你 或者你怨恨別人 你怎麼會 見得到本性呢 不會 見不到本性 就沒有功了 就沒有功了 就是活在一團的亂索裏面 就剛才我講的 人生永遠是這樣 生生世世都是這樣 就整天考慮的就是 能不能得到什麼好處 整天想 笑行 有時候得到有時候失去 得失之間 再來就是 人與人之間就活在激烈的鬥爭之中 壞習慣養成 一直在爭主導權 一直在爭主導權 這個壞習慣養成 吞不下那口氣 簡單的說 我就跟你鬥上 就會跟你鬥上 就對上 有的來鋼的 有的來柔的 手段進出就在那些鬥爭 多可怕 生生世世就這樣下去 就唯恐呢 被人家騎到頭上去 內心牽下之功 所以要見到本性 不是說我在那邊手旋 我看到一團光明 那天後學到這個 林影寺去講課 三峽林影寺去講課 就有一位道親 起來問 說鼎安斯 我在手旋說看到一團 靈光 這是怎麼回事 他心裡想到的答案早就想好了 就是 看到靈性的光 想到已經想好了 我說那個一團靈光 那個對象 你如果執著那是好的 你沒有去改變自己的生命習性 沒有牽下 對不對 沒有謙卑低下 然後你覺得自己看到一團靈光 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到時候呢 我們上堂課講的 陰靜現前 到時候死的時候陰靜現前 你就會看到一團靈光 然後你就覺得自己 成就了 就一頭栽進去 結果那一團靈光變作幾顆賽 他聽得好氣 因為我看他那個樣子就知道他是一個 很自大的人 自以為自己修得很好 跳槓這樣說 變成他的一團靈光 變成幾顆賽 哇 氣得沒說 後來在吃飯的時候看到我都不講話 所以 內心牽下之功 這是很重要的 覺得不要認為自己修得很好 飄飄欲舉 覺得自己知識多好 口才多好 那個都不實在的 你要謙卑低下 這很實在短兵相接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要處處要站盛面 處處要站上風 要贏人家 那個就見不到本性 絕對見不到本性 一定是 內心牽下 但內心牽下不是整天低頭挨罵的 外行於理 內心是很牽下 內心是不跟人爭的 那麼外面呢 行於理這叫德 表現出來是一種 理 這個理講的就是對人的一種尊重 和氣 所以理之上 和為貴嘛 我們不是上這個 論語上面講的 最好的理就是和 和為貴 不是理不是說 哇我 兵兵有理要 要求別人要 要守一套硬邦邦的理節 不是 而是能夠和為貴 那怎麼樣和呢 怎麼樣最和氣 當你覺得這個人對我很尊重的時候 自然 祥和之氣就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人最討厭啊 最討厭人家對我們不尊重啊 像這次後學 帶這個 我們自己的青少年班 到台北去 台北二日遊 然後 那個司機 台北有一車啦 石缸有一車 那這次我 岳父岳母都有去 然後那個台北那一輛遊覽車的那個 那個司機啊 第一天和第二天不同 我岳母就 看到那個 就第二天就跟我講說 喔 這第二天這輸 這個文獎 比較好 秋桃秋名 注意喔 人很重視這個 秋桃秋名 前一天那個就有一個臉 這樣結實結實 嘿嘿嘿嘿嘿 看了就 氣氛很壞耶 他也沒惹你啊 可是他沒有 他好像不尊重你的感覺 所以 這個行於禮 這個禮很簡單 就是 給人一種 我很尊重你 我很尊重你 很尊敬你 對你 對你很有禮貌 這叫外行於禮 這就是德 所以不要認為自己很有功德 你能夠牽下有禮 天公有禮啊 天公是自己的 然後展現出來就是有禮 那這個禮呢 不是自認為自己很有禮貌 然後一天到晚批評人家沒有禮貌 而是別人覺得你很有禮貌 別人覺得你很有禮貌 很尊重人 秋桃秋名 後來這邊有一位道親 他的 公公婆婆就說 喔 我們那媳婦啊 自從說來到你這裡上課以後 現在也秋桃秋名 以前好像 萬事無人一樣 好像欠他幾百萬 這就是外行於禮 這個德就出來 一般人重視的德不是你說 哎呀 你都有德 你書讀得多好 你的境界多高 他重視的就是這一點 對 就是剛剛那個公公婆婆 講他媳婦的 秋桃秋名 啊 還是好像欠你幾百萬 就是那種感覺 那種 只會 那種感覺 這是很實在的 有外行於禮 要功德 這就是見到本性 所以 性 不是一個對象 不是你說 他是一團靈光啦 他是一個境界啦 他是看到先佛菩薩的啦 那個都不是見到本性 見到本性 實實在在的就是 內心謙下 外行於禮 這時候本性就出現 他就有無窮的妙用會發生 自性建立萬法之功 心體理念是德 好 進一步的講 你如果能夠內心謙下的話 你就會發現什麼 自性建立萬法 自己的本性啊 可以建立萬法 你就會發現了 世間萬法 全部都是 依靠這個自性而建立 都是建立在這個真如法性上面 所以什麼叫做真如法界 真如不只是一個靈性 他是法界 他是整個世界 一切法 他是萬法安利的一個宇宙世界 真如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自性建立萬法 自性能生萬法 這是功 這叫做什麼 儒家講的 佔天地之化欲 可以佔天地之化欲 所以建立萬法 當然世間有很多 一切法 但這些法都是什麼 有惡法 有善法 這邊講的建立的萬法 講建立的是善法 不是惡法 所以用你的靈性呢 就可以建立萬法 甚至呢 可以到達什麼程度 風調雨順 天降甘露 可以到達這個程度 莊子說的 其神靈 可使物不吃力而無骨熟 可以使眾生 誤講的就是眾生 他那個神凝聚的時候 神光凝聚的時候 可以使 這個 眾生啊 不受到瘟疫啊 不受到疾病災禍 要吃力 吃力的意思就是說 受到疾病災禍 瘟疫的迫害 而且還可以使無骨豐收 這就是所謂的 自性建立萬法 我們不要以為自性就是 一團靈性在那裡 謙卑低下 一團靈性不是 他可以 建立萬法 可以佔天地之化欲 這叫自性建立萬法 所以功能這麼大喔 就知道我們 可以做多少事情啊 可以做多少事情 所以 真正像以前聖王出世 他拼的就是這個 聖人報一 為天下事 侯王得一 以為天下真 手一不離 自然可以 匡正天下 自然可以匡正天下 好這是功 所以內心牽下是功 內心牽下以後 功自然現前 功有什麼特質就是 建立萬法 能夠建立萬法 所以你想要讓你的 先不要談到建立萬法 佔天地之化欲 你起碼要 化育你的子女吧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所愛的人 對不對 春風化雨 你要怎麼樣 建立起來 把他們建立起來 最好的辦法就是 用你的靈性 以心應心 大德敦化 於懷明德 用光明的德性 自然可以建立 自然可以建立 先 起碼可以先把人給建立起來 讓他去二向善 我們道場就是靠這個 所以讓一大堆各式各樣的人 進入道場 前一陣子 後學那邊 這個 帶青少年班的這個 輔導老師 他也是在學校教書 他就問後學 我們青少年班 要怎麼帶呢 到底 要加上什麼方法 我說你大方向抓出來就好 你去觀察 我們現在用最簡單的 盡量最簡單的方法來帶他們 不管是帶青少年還是帶大人 我看大人都跟青少年一樣 愚痴的程度有有過之 執著的程度有有過之 最重要的是他一年一年的進來 他是成長的還是停止的還是下座 下墜的 這是最重要 你看這個道青 一年兩年三年進來 他的生命一直是往上成長的 他的脾氣越來越好 他的人際關係越來越和諧 像剛才後學講那個 公公婆婆雖然不是道青 但是承認說 一貫多美拜 為什麼 媳婦改變 就是看著他一直往上走 不管快慢總是往上走 這就抓對了 方向抓對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自信建立萬法 你想要 讓眾生成長 只有讓他民心見心 如果說一個人在道場 進入道場一年兩年三年 脾氣也沒改毛病也沒改 帶人接物 還是老樣子 斤斤計較 情緒很容易失控 不是說修道以後就 出城不染 但是他起碼他是越來越好的 這就方向抓對了 那這位老師就說 方向抓對以後下一步呢 要怎麼辦呢 那就叫他繼續願意往再道場就好了 不要說再一直加碼 既然他一直有成長就表示抓對了 然後就讓他願意一直留在道場 一直親近他就會 苟日新日新又日新一直成長 不要著急 有的人快有人慢 欲數則不達 所以 可以建立萬法 我們道為什麼可以讓眾生 一直成長 由吃肉的變成吃素的 其實吃肉轉到吃素就很困難 吃肉是我們的習慣 吃素是我們的天性 肉的後面不是只有一塊肉 或是只有一隻豬一條魚 後面有所有的魔王在後面 所以要斷肉沒有那麼容易 要斷那塊肉沒有那麼容易 但我們為什麼可以 你為什麼可以被建立成為一個素食者 這個建立 可以建立成為一個素食者就不容易 你本來對先佛菩薩 從不信到半信半疑 到全然的相信 信心具足 這也是一種建立 信是道源功德母 沒有信心是沒辦法成道的 尤其信無形的 大部分都信有形 先佛是無形的 現在我們很信 好像理所當然 就好像吃素吃的理所當然一樣 吃素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要離那塊肉沒有那麼簡單 人內心深處對肉的一種 冤液 簡單的說 那是一股冤液 那不只是一種慾望而已 我以前看一部電影 就講一個人從小很窮 沒有吃過肉 都是像我們說 假寒雞 吃一些粗糧 後來終於有機會 他吃到肉了 他說怎麼世間有這麼好吃的食物 這是他第一次吃到肉 像我們現在這些吃素人 你只想到肉就有形 他們不是這樣想 我們以為說習慣就好了 吃素吃習慣就不會習慣肉 你錯啦 如果你的本性 沒有被發漏出來 你就會去愛那個肉 怎麼有這麼好吃的食物啊 後來第二次他去 偷人家的豬來吃 他吃第二次的肉說 他恨肉 他說我恨肉 為什麼 因為我恨他為什麼那麼好吃 這個就是 眾生跟這個肉裡面的一種 冤液 糾纏著 這我們為什麼可以 我們到場才有這種能力喔 我當過佛教徒 他在佛教啊 要想要吃素都要靠意志力去壓制那種 吃肉的慾望 要去壓制他 我們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民心見性 我們支點本性 發漏你的靈性 才有這個能耐說 可以吃肉吃 不是 吃肉 吃素吃得那麼順 那麼順當 不容易耶 這就是你已經被建立起來了 要名列先般的話 第一步就是要親口 沒有吃肉的先佛的 絕對沒有 第一步就要親口 心體理念是德 前面不是講嗎 外形與理 外形與理是德 對人 這個人德性很好 對人呢 千功 千功有理 一團和氣 這是別人看得到的德 而自己受用的德是什麼 心體理念 你的心的本體 離開一切的念頭 這時候你就可以得到法喜 得到殘月 要得 我們為什麼苦惱 就是因為念頭太多 就是因為念頭太多 所以 心體能夠理念 能夠見性就能夠理念 常常回光返照 見性 不要去跟人家增長增短 說來簡單 做到也很簡單 好像增短是很難的 對不對 永遠都在增 你要怎麼增 永遠都有比你一三還有一三高 不增很簡單 就是要甘願而已 對不對 你要心甘情願就好 沒有能力不增沒有能力的問題 只有意願的問題 增就有能力的問題 對不對 不增只有意願的問題 你只要願意不增 你就可以做得到 你不增了你自然就能夠心體理念 無增無求自然就心體理念 我們的念頭都是增出來的 都是求出來的 增出來的 你所念的 無非就是你要爭你要求的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心體理念 心體理念呢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一般人會說 我不去念我就失去了 失去我要追求的東西 你錯了 你不念以後呢 你才會發現 大德現前 你才會發現呢 我獲得了真正 應該獲得的東西 那就是法喜充滿 就是法喜充滿 皆大歡喜 活在大歡喜之中 所以理念就是真儒啊 你得到的就是真儒啊 真儒不是一顆靈光啊 真儒是整個法界 你發現我活在諸佛的世界裡面 活在極樂世界了 活在真理的世界裡面 這不是最大的獲得嗎 你活在什麼 無極理天 長生不老天 所以魂喊長生不老天 這就是最大的收穫 心體理念是得 得到是這個 不離自性是空 應用無然是得 所以既然知道自性建立萬法 你就不要離開自性 念念不離自性 他才能夠成功的去建立啊 建立一切啊 我們人總是希望建立嘛 建立好不是毀壞啊 不是毀滅 但是有時候我們人好心好意要去建 像我們想要去教育子女 想要培養 培養這種夫妻之間啊 人際關係的感情啊就用錯方法沒有用靈性 大部分都是用什麼 用是非 用對待 這樣是對的 你一定要照這樣走 用對待 那個是不能見心 那不能建立的 那只有毀滅而已 只有毀滅 只有破壞而已 唯有 不大 所謂于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不是用聲色來化明 不是用我說什麼 我做什麼 忌嚴俐色 不是用忌嚴俐色來 來化明 忌嚴俐色 很多 父母親對待子女 或者夫妻之間 最後都變忌嚴俐色 就是 臉色很難看 很嚴厲啊 然後說話很快啊 很兇啊 就是這種方式 那個沒有用的 那個只有破壞而已 只有破壞性而已 所以說呢 知道自信建立萬法 真正知道了 你就不會離開本性 你就不會想說 離開本性再去找什麼方法 用這招就夠了 這要幕後一招 幕後一招就是點你這點靈性 你要把它用出功能出來 用到五號出來 這要功 不要說我知道我知道了 你知道不可以用啊 知道要能夠做到 要能夠做到 要能夠得到 所以說不離自信 這就是功了 人生一天到晚想要成功 做人要成功 做事要成功 養生也要成功 婚姻 家庭 教育 都要成功 要怎麼成功呢 不離自信之功 真正的成功 不離自信之功 我非常現代人 對於所謂的成功 認識不清 不了解什麼是真正的成功 像小孩子 書讀得好 我們就是分這些階段 讀書的時候 書讀得好就是成功 第一階段的成功 學生時期 就是要學業成功 進入社會以後要事業成功 結婚以後要婚姻成功 對不對 就是三個成功 到老以後還有第四個成功 到老以後健康長壽 要養生成功 就這四個 四種成功 事實上這四個階段都苦惱無邊 小孩子讀書苦不苦 苦啊 你們這邊是不是有學生 你是不是學生 你們兩個是學生 苦啊 我剛才聽到你們打哈欠的聲音 好苦啊 苦啊 累的不得了 是不是 功課壓力大得不得了 當然你可以不甩這些功課壓力 可是就變成一個失敗者 垂頭上棄我失敗了 所以失敗也苦啊 失敗是痛苦 成功是辛苦 都苦啊 對不對 都是苦啊 苦的不同 事業也是一樣啊 事業成功也是辛苦啊 事業失敗也是痛苦 事業失敗也死不了 但是痛苦 但是有人為了要失業成功 搞得欠負債累累 那就更痛苦了 這都少賺一點錢嘛 爭不過別人 但是就是辛苦痛苦 都在辛苦痛苦裡面 當父母親要盡責任 辛苦 不盡責任 痛苦 都是這樣子 你要盡責任要去帶那些子女啊 辛苦的不得了 一個就夠你嗆的 有的三個四個的 更嗆 怎麼弄都弄不好 那小孩子怪了 怎麼喬都喬鬼鬼來 這很麻煩啊 因為一大堆的影響力在那邊拉 辛苦的不得了 一不小心 就搞壞了 就痛苦 夫妻之間也是這個樣 到老了以後呢 還有更大的問題 你不用等到老 你等到小孩子大了以後 你父母親老了 你要去奉養他們 你不奉養你不孝 你奉養他們也很苦 老人負擔啊 而且背負老人是沒希望的 小孩子還會長大 那你不去孝養他怎麼辦 你不孝養他你痛苦 你孝養他你辛苦 我看所有人都是痛苦辛苦痛苦辛苦 就是這樣 每個階段就是痛苦和辛苦 還有什麼 人生還有什麼 所以呢 不離自信 不要用那麼多的方法 費盡心思 不離自信 就好了 你們當學生的 我告訴你們絕招 不離自信 讀書很輕鬆 這是後學經過一再的實驗出來的 你當媽媽的不離自信 你在外面工作不離自信 自然能夠成功 這種成功不是跟人家比上比下的 而是能夠悠遊自在 能夠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鬆的過日子 因為他才能夠有效的建立萬法 應用無染是德 應用無染 真正有德性的人 可以應用 可以應機而用 應元而發 所有的機緣 所有的機緣 我們都能夠掌握 能夠見機能夠習緣 所有的緣 只要跟你結上 不管是善緣惡緣 裡面都有機呀 撥轉之機呀 都有撥轉之機 善緣固然可以散了 惡緣也可以散了 後學那邊有一位道琴 就跟先生搞到水火不容不講話 形同兵炭 我說你當初為什麼要嫁給他 他要忘了 忘記了 太久了 20年了已經忘記了 我說你仔細想一想 仔細想一想 一看就很順嚴 這就是善緣 對不對 什麼叫善緣惡緣 善緣一看就很順嚴 看對眼 惡緣是一看就討厭 望而生厭 那我說一看就很順嚴 為什麼越看越不順嚴 也不曉得 糊塗 也不曉得 這叫做善緣惡緣 善緣惡緣 一看很順嚴最後變得越看越不順嚴 互相越看越不順嚴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善緣惡緣 我看大部分人生都是善緣惡緣 甚至看自己的小孩都越看越不順嚴 小孩子看父母 小孩子小時候都是愛父母的 愛得不得了 長大以後跟父母越來越疏遠 越來越疏遠 這就是善緣惡緣 這就是善緣惡緣 這就沒有所謂應用無然 沒有德嘛 為什麼你善緣會惡緣 就是沒有德嘛 簡單的說 你有德的話惡緣都可以善緣 何況是善緣 所以 應用無然 所有的因緣 我們都珍惜 都可以見機去撥轉 都看得到機緣 不會亂動 不會自己成見很多 一般人的因緣處理不好 就是因為成見太多 毛病太多 壞習慣太多 所以碰到處理因緣的時候 都是自己的壞習慣出來 自己的固執出來 固執和習慣 簡單的說 有時候是固執自以為是的 有時候知道是不好 我還是去做了 沒辦法 動不掉 我壞習慣出來 我斤斤計較的 我的偏俠的 我的易怒的 我的煩躁的 這些個性冒出來 知道不好也沒辦法 共治不住 這就是沒有德 有德的話呢 在一切因緣之中 都可以 應用 自如 都可以應用自如 而且不會受到污染 不會在這個因緣裡面 碰到什麼就污染什麼 我們一般人在緣裡面很容易 心性就會受到污染 污染什麼 污染一些 惡習 還有一些不好的情緒 就是這樣 變得很容易生氣 很容易憂愁 或者很多的慾望 很多的貪婪 忌妒 仇恨 這就是受到污染 小孩子沒有這些東西 沒那麼複雜 為什麼我們長大以後 心靈變得五顏六色 七情六欲呢 就是受到污染 沒有德就會受到污染 處理不好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沒處理好 就搞得一塌糊塗 所以說 不離自性之功啊 應用無染之德 若密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 是真功德 如果你要尋找功德 你不要像梁武帝那樣子 說造勢度生不失色哉 那個只有求福啦 找不到功德 要找到功德的話呢 功德就在法身之中 那麼功德法身在哪裡呢 就照 祖師所說的 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一直往下走 就沒錯了 這都是秘訣 這都是秘訣 這叫如來 如來開秘訣 詠家大師正道歌裡面講的 只知業重 葬菩提 不見如來 開秘訣 我們一般人就是這樣子 只知道說我業障很重啊 我菩提心發不了啊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發菩提心 只知業重 葬菩提 但是 不見如來開秘訣 如來不斷的在開秘訣 民心 見性的秘訣 處處都是 念一句佛號 用個三寶 扣個手 都是開秘訣 知道 今天祖師所講的這些 見性是功平等是德 這都是開秘訣 讓你開悟的秘訣 很容易的 沒有困難 只是你 當不當一回事而已 我看很多人願意花很多的時間去學開車 去學一個技能 像你們學生學英文數學 那更困難 高難度的 你要見性是功平等是德 這是很容易 這是本性 你本來就會 但是受用無窮 你學那些東西 有沒有用 有用 偏用 不是正用 它的作用很偏執 局部的 只有局部的功能 沒有全面的功能 好像吃一種藥 它只能 治好你身體 的某一種 疾狀而已 沒辦法徹底根除你的疾病 你生了一個病 得了癌症 然後你會頭暈目眩 吃這種藥頭不暈 但是癌症還在 有時候我們在世間學的就是 這些東西 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但是呢 功德 功德法身 功德法身才能夠徹底解決你生命中所有的問題 自己的問題 別人的問題 甚至國家社會的問題 只有靠功德法身 只有靠功德法身 整個世界 現在媒體 現在媒體比較發達我們看到那些所謂豪門貴族 對不對 鬥爭兼顧得很 我們今天呢就講到這裡 但以此做是真功德 希望大家呢 好好的去 反省一下 你的人生是追求福報 還是追求功德 追求福報 是困難的 而且沒有用的一條路 就算得到福報了 不能消你的罪業 不能消你的罪業 你一邊享受福報一邊受罪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消不了罪業 罪業現前的時候 該生病的就生病 該車禍的時候就車禍 該倒楣的時候就要倒楣 那個你富貴榮華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你是追求福報還是追求功德 只有功德 可以讓你幸福安樂 可以讓你消冤解液 可以讓你操生療死 可以讓你活在永恆的安樂之中 永恆的生命之中 注意永恆這兩個字 我們不要認為不可能 事實就是這樣 生命的實相就是永恆 但是我們就偏偏活在無常裡面 為什麼 沒有功德 不是沒有功德 有功德就像後學一開始是批喻的 有眼睛不會打開來用 有功德 看不到功德 受用不到功德 浪費了 糟蹋了功德 功德白白放在那裡 然後去追求福報 追求有形有相的福報 一生就在跟人家搶這個福報 在搶 爭奪 那是一條 痛苦的 艱辛的 結怨結仇的路 就是這樣 但是功德沒有人跟你爭 沒有人跟你爭 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誰跟你爭 你見性 見錢那就不同了 見錢大家都見到了 你見錢眼開別人也見錢眼開 大家通通要 要去爭了 見性心開沒有人跟你爭 見到本性 心就開了 開心 什麼叫開心 就開心 沒有煩惱了 沒有人跟你爭 六祖慧能很了解人性 因為他是苦人家出身 他是苦人家出身 他是很辛苦的 他從小佛在貧賤之中 又貧又賤 地位卑下 又不識字 誰都瞧不起 所以他知道見性是有功能的 所以說要常見本性真實妙用 他以前靠他那個斧頭去砍才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那個斧頭是沒有用的 但是我們世間的俗人就覺得斧頭還是比較有用 見一個本性 是不是 太抽象了吧 斧頭還比較具體一點 對不對 你砍多少木材就可以賣多少錢 這是世俗人的想法 所以慧能祖師講得很好啊 常見本性的真實妙用 他是有真實妙用 所以我們年終啊 歲末 好好的檢討一下我們自己 你人生的方向 定位出來沒有 你是追求福報呢 還是追求功德 還是追求功德 這是一個關鍵所在 如果你是追求功德不能嘴巴講講而已 你要內心牽下 外形於理 你要把自己 調到這個方向去 你要下定決心不要再去跟人家爭啦 不要再去爭啦 就從身邊的人開始 就讓你贏了又怎麼樣 是不是 就讓你贏了嘛 又 又怎麼樣呢 我跟你鬥了半天我也不見得贏 就讓你贏了 內心牽下 不要老是要站上崩啊 我看世間人都是 都只想要站上崩 一天到晚就想站上崩 最後失去本性 給你得到全世界失去了本性 然後對人的尊重 要重視別人的感覺 不要光重視自己的感覺 現代人光重視自己的感覺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要重視自己的感覺 尤其 無尷尬什麼 輸的感覺 對不對 輸的感覺 就是輸給先生輸給太太都不爽 要重視是別人的感覺 那你就成功了 有德的人是重視別人的感覺 帶給別人美好的感覺 不是自己爽就好 帶給別人美好的感覺 什麼感覺最好 就是適當的尊重 不是阿餘奉承 適當的尊重 不要瞧不起人 藏不清 對一切眾生都不能輕視 藏不清 適當的尊重 然後你就可以應用無染 不離自信應用無染 真正的快活在 這個功德之中 穿梭在功德海之中 像孟子說的 左右逢其緣 深造以道 還記不記得我們講孟子 我們是不是在這裡講過孟子 有 對不對 深造之以道 深深的進入 我們說大學深造 要在這裡深造 要在功德 要在自信上面深造 深入 最後你就可以 左右逢其緣 應用無染 左右逢其緣 得心應手 更不怕任何的問題 任何的問題都不怕 天大的災難都不怕 世間的人 跟你有通天的本領 像項羽那樣子通天的本領 他還是有他 沒辦法克服的問題 劉邦也是 劉邦打敗了項羽 最後他比項羽才多活了六年 六年都在打仗 他下面部下都在反叛 他最後呢 消滅了櫻部 消滅了櫻部以後自己 就生了重病 後來就死了 死了以後 以後 他的太太 把他最心愛的妃子 最心愛的兒子給殺掉了 多悲哀呀 英雄豪傑 多悲哀 是不是 他還是要面對死亡 天下英雄豪傑最後呢 他那個說 他要死了 然後 他知道他對付不了他這個老婆 這個女后 他就彈琴唱歌 哭泣 跟他的這個 宠妃呀 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 說你們 恐怕要死於非命 他很有智慧 他說你們鬥不過這女后 你們恐怕要死於非命 就很難過 因為他自己要死亡 他知道我會死的 我死了以後 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 但修道人剛好相反 真正排山倒海的 業力獻潛的時候 修道人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怎麼辦呢 犧牲嘛 頂潔嘛 對不對 息息後啊 解脫啦 對修道人來講 死亡不是完蛋了 死亡是一種解脫 對不對 我盡了責任了 我回天絞職 是不是 我再來 更自由了 我承願再來 我哪裡有縫隙我就進去了 更自在更有智慧 每一次 修道人的死亡都是成長 都是成長 都是脫簡而出 脫簡而出的成長 和一般人的死亡掉入 死亡的黑洞 那是完全不同 失去一切 大不相同 所以說 要密功德法身 千萬不要去尋找福報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世間人都在追求福報 用盡各種方法 梁武帝算是正確的 肇事肚生不失色 在這真有福報 還有人不擇手段 阿餘奉承 這個 這個欺騙狡詐 巧取豪奪 他們得到的不是福報 是業報 惡業 業障 更糟 但是他們做這些事目的在什麼 也是一樣追求福報 方法用錯 不管你是用對方法 用錯方法 都是一條死路 都是一條死路 一定要想清楚啊 人生啊 只有 尋覓 功德法身 而且功德法身 不在遙遠的天外之天 不離自信 不離自身 很好找的 天下 有理 天公有理 就開始 你就碰到他了 你就開始碰到他了 然後你就會慢慢去體會 慢慢去體會他能夠建立萬法 慢慢去體會他能夠遠離一切的煩惱 憂愁 好 我們已經時間到了 好 那 這個 很快就要過年了 那麼 今天是 年後的最後一堂 年前的最後一堂課 在這個 歲末之際啊 我們恭祝我們之位前嫌 能夠 法體安康 民心見心 希望 不要等到明年了 今年開始 就要選對路 不要見財 不要見錢眼開 要見信心開 這是一條正確的路 好 我們下課